带你来看在两岸论述上面 有什么不同 总统的就职演说 多次强调台湾的国家定位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先是我们自己 或国际友人 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都一样响亮 赖清德也进一步争取 国人认同 我们一起用行动守护他 荣耀他 让世界拥抱他 让他成为国际上 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 只是这话听在学者耳里 另有弦外之音 政大教授黄奎博就说 赖清德向北京抛出一个略微 骚尖的木棍 一把两岸一边一国的态势 逐渐明朗化 而把赖清德的自治演说 跟八年前的蔡英文比一比 赖清德的中华民国 增了12次台湾82次 不过蔡英文分别为5次跟41次 另外对大陆的用字 总统大多用中国 而蔡英文在八年前 都是用两岸称呼 没用过中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也符合民进党的台湾前途 决一文 所以我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在一个包裹下面的 一个隐姓台独的宣誓 那我个人会觉得 这也很符合赖清德 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后半 也就是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过去八十年 蔡总统的这个执政的方向 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后基本上来说 等于就是延续蔡总统路线来说的话 就不会在国际议题 还有两岸议题上面来想被扣分 所以我觉得让赖总统更有底气 去把两岸互不隶属的 这个政治事实 放在他的就此言说里面 连学者都认为 赖清德的两岸论述比较硬 不过从国安会秘书长 转任到国防部长的顾励雄 却不这么认为 没有脱稿 顾立雄自认 还是依循 蔡英文路线 其余平时新闻 李国正确宽柔 台北报道 17号的立法院朝野大混战 一场外朝野立委扭打一团 夺为立委挂彩松衣 三党不过半 国会冲突不断 赖清德总统就职后 双少数政府如何解套 地法院的议事运作 应该遵守程序正义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 才能避免冲突 维持社会的安定 才说期盼朝野减少对立 但少数又拒绝服从多数 朝野对立依然无解 国民党团喊话赖总统好好面对 国会改革诚心化解朝野起义 少数服从多数 落实民主称制 那是不是应该朝野一同 把国会改革法案 竞速的通过 他之所以把跟国会的关系 放在第一项 这充分的展现赖清德总统 对于国会的重视 不过就是典礼 兰卫们原先定调都不参加 写一奉却 意外现身 出乎意料的举动 让同事们好尴尬 因为事先完全不知情 而就在520这一天 新内阁上午刚走马上任 许任的财政部长 下午就来被巡 我就举一位叫郭台铭 说政府赶快来克服人罪 赶快来克服人罪 讲了不下十次 520赖清德时代来临 新国会能否挥别暴力阴霾 也成为赖政府眼前当务之急 TVBS新闻副定华 华镇生理总者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赖清德总统就职文告 谈及台海部分 以及中国取代两岸 来看看对岸又是怎么回应 赖清德总统就职文告 抛出恢复两岸旅游 陆生来台 520开启新时代 有台商乐观看待 另外就职文告 通编使用中国而不用两岸 更为提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比蔡英文 当时在2021年 十月份说 所说的两国人还欺负 在推动所谓的 两国立足的一个概念上 这些我想大陆更不会接受 台独是死路一条 不管打着什么幌子 什么旗号 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另外根据法新社指出 赖清德就职的相关话题 遭到微博封锁 只能看到中国大陆官媒 或者是俄罗斯官媒 口径一致的报道 520后的两岸新局 恐怕仍是僵局 以上TV新闻朱光宏 陈永文在北京的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就继续来看 520新政府上任了 那么全国上班族 大家最期盼新总统 优先解决的有两大难题 包括了长期的薪资停滞不涨 还有抑制国内过高的房价 尤其房价物价的飙涨 民众相当有感 卖房组每个月 缴的房贷占了收入的七成以上 只能缩一结实 对于新政府的期待 只能希望赶快解决民生经济议题 提交外送商大街小巷跑 范先生是外送新手 努力接单薪水三万 为了增加收入 跟女友开始经营宠物电商 最少一天要跑一千多块 这样一个月才有三万多块 才可以跟房贷打拼这样 这么拼是因为他刚晋升 有壳一足 宽限期每月偿还两万五 之后每个月要还款四万元 我是两年前买的 买之前其实就是不太用 不太需要担心费用的问题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就是比较自由这样 I like to play under 杨先生是一名英文老师 工作多年苦存250万 他说还是买不起房 多数都看新房子 但是看新房子发现 哇 越看心理压力越大 除了补习班工作 他不只身兼家教 还创业做网拍打零工 31岁想要成家立业 要先突破购屋门槛 不做这么多份工作 其实没有办法存到 你们上面看到的这个数字 节流其实在现在来说 我觉得通膨这么快 其实节流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变成说一定要开源 上班族Jeremy三年前 牙一咬买下新北捷运站 附近的中古屋 房贷吃掉大部分薪水 因为最近也是 历率一直在调涨 对 就是半马的涨 因为我们的利息没有那么多 就是无形中也增加了一些支出 宽限期过后的话 大概会是一个月 连通本金加利息 大概是四万多 对 然后因为我薪水 大概快五万块 所以就会等于 吃掉大概八成的薪水 薪资停滞 物价房价飙涨 一去不回头 安居乐业 好难 百分之三点四的上班族名下是都有房子的 但是他们每个月要缴的房贷金额是三万两千一百六十七元 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占了他们的月薪超过百分之七十二以上 所以实际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那我们也调查了上班族他们的房贷压力指数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呢 平均有七点一分 那当中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上班族 对于压力指数都给出了七分以上的高分 520新政府上任 努力认真的普通平凡人们 对执政者有什么期待 就是不要让人家一直炒房地产 还有的没的 因为只会让更多人买不起房 希望我们可以稳定物价跟房价 过去几年台湾人民有三苦 一是通膨创新高 薪资收入空转 高房价问题未解 二则是缺工缺淡的民生经济隐忧 三则是去年全台被诈骗金额 高达88.78亿元 综合来信德提出五大信赖原则 南瓜经济 劳工两岸 生育医疗和住宅 新政策牵引法动全身 影响台湾的方方面面 台湾面对的大概就是 外在环境跟内在环境的一个冲击 在外在环境的部分 大概就是目前持续进行中的 美洲贸易对抗 我们有科技产业 然后我们有地缘关系的一个 关键的优势 政府怎么样去善用这样一个优势 根据调查 广大劳工最期盼新任总统 优先解决的问题 长期薪资停滞不涨 79.2% 抑制国内过高的房价 房租74.1% 不断上升的物价 电价67.4% 反映台湾的经济痛点 在政治上目前三党不过半 所以很多的政策议题 都必须要透过朝野有效的对话 协议跟折冲 环境面的部分 推动2050禁令碳派 已经是国际的趋势 怎么去做好受冲击的影响评估 另外在社会面的部分 台湾在2025年 迈向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造成的劳动力的老化 加上台湾生育率偏低 所造成的一个少子化 目前台湾各行各业 缺工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永续发展 台湾长期以来面对是低薪的问题 跟青年就业的问题 怎么样扭转台湾劳动趋势 解决年轻人越忙越穷的问题 新政府所面对的问题 是非常的庞杂 面对民进党连续执政包袱 潮少野大的政治格局 赖金德一接棒 开车技术 马上就要受到检验 TVBS新闻 陈欧翔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赖总统承诺会让老年人 得到妥善的照顾 因为高龄化已经是各国 共同面临的课题了 目前全台六个县市 65岁以上长者 占总人口数的20%以上 如何照顾长者 应对小泽化的缺工问题 都是他的新挑战 我要建立一个有爱和道德勇气的台湾社会 年轻人可以看见希望 壮年人可以实现梦想 老年人可以得到照顾 弱势者也可以得到幸福 在520就职大典上 承诺要让各个年龄层国民 都适得其所 总统赖清德提起自己的医生背景 强调要放大初心 照顾大家 但是超高龄化社会来得之快 政府真的准备好了吗 台北市人口的老化程度 甚至还登上新加坡官媒探讨的议题之一 超高龄化的定义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占总人口比例20%以上 目前全台湾共6县市已经入列 第一是嘉义县23.36% 第二是台北市22.02% 第三是南投县20.83% 再来是云林县20.63% 今年再新增了金融市20.24% 以及屏东县的20.14% 也就是说在这6个县市 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 而台北之所以会是第二高 也是有原因的 不过要怎么样让长者能过得有归属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有研究显示 当智沟有助长者的社交和心理健康 而如今以台日韩三地之间的比较 台湾与南韩的老年人口比率相当 南韩更看到有银法族逆流回职场的现象 这是通常最大问题是 对于重返职场的不确定感 常会让银法族陷入犹豫 不过其实南韩65岁以上长者的就业率高达34% 等于每三个银法族当中就有一人在工作 可以说是在OECD国家中的另类前段班 甚至还有这样的建议 而在亚洲人口老化比例最高的日本 超高龄化甚至威胁到产业存续 在日本养殖珍珠与海女的故乡 三重线就是岌岌可为 普通一生跳进大海之中 没有多久就满载而归 只是这代代相传的古老海女 现在已经没人要做 曾经有千人规模的产业聚落 现在只剩40人 缺工也迫使日本必须要考虑 外籍移工的替代方案 像这专门在缅甸招聘员工的公司 正在举行的面试 是100个人抢20个职缺 而且很多学生已经会说日文 根据统计 2023年在日本公诉的缅甸劳工 已经有7万人 比起2022年成长50% 主要也是因为缅甸的军政府暴力 让年轻人想要投奔海外 这刚好填补了日本的劳力缺口 但是这也相对挑战日本职场 向来排外的文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就要提供给您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国际刑事法院宣布 对哈马斯军事领袖新瓦 政治局领袖哈尼亚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以及国防部长格兰特 总共5名以哈领袖发布逮捕令 因为他们涉嫌犯下战争罪 对此以色列外交部痛批可耻 而哈马斯也要求撤销逮捕令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而继续好来看的则是 伊朗总统莱希搭乘直升机 坠机身亡 一同罹难的还包括了 伊朗外交部长 已经宣布五天国伤的伊朗 必须要在50天内 重新举行总统大选 不过罹难的总统莱希 原本被视为最高领袖的接班人 总统改选容易 最高领袖一直恐怕会印发内斗 扭曲变形金属碎片 卡在山坡树丛之间 直升机内部结构管线 通通烧黑 放个角度 断成一半的机身 金属外皮裂开 还有各式各样物品 散落一地 伊朗总统莱希 坠机身亡 几小时前才到伊朗和亚塞拜然交界 参加水坝启用典礼 回程时 莱希搭乘的直升机 在农物中飞行 坠毁山区 搜救现场 农农大物 上千人忍着零度低温救难 终于找到直升机残骸 也证实不止莱希 包括伊朗外交部长 机上9人全数罹难 生前最后身影曝光 初步研判 可能因为大物误判地形 直升机直接冲撞山脉 而总统搭老旧贝尔212型直升机 也让专家漫头问号 种种疑点目前没答案 伊朗宣布 五天全国哀悼 但莱希其实在国内 并不是多受欢迎 司法体系出身的莱希 80年代 德黑兰副检察长期间 处决数千亿亿分子 被称为德黑兰屠夫 而2021成为总统后 再位两年 平均通膨率高达45% 极端保守派的莱希 优势在于 他对最高领袖哈米尼 相当忠诚 在伊朗总统并非最有权势 最高领袖才是决定 国家走向的人 专家分析 莱希死后 短期伊朗外交路线不变 因为外交政策 是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 未来伊朗内政变化 可能比外交大 目前总统职位 由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代理 必须在50天内举行大选 但伊朗5月刚结束国会选举 投票率创历史新低 找莱希接班人并不容易 必须顺从伊朗体制 又得有一定知名度 总统可能不难找 但要找最高领袖 可是大考验 白希原本有机会接任最高领袖 没想到坠机身亡 现在哈米尼的儿子 反而成了热门人选 但伊朗没有世袭制度 派系斗争山雨欲来 要是爆发内斗 恐怕牵动伊朗在中东 甚至全球的政治布局 DV新闻众报道 520这天其实也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任期届满的日子 却因为战火下无法举行大选 自动延长任期 俄军现在仍然积极地强攻哈尔科夫 除了地面进攻之外 也透过战机发射航空导引炸弹 乌克兰武装直升机来回穿梭 到了夜晚 还有更多的战车 直奔哈尔科夫 战火最前线 沃尔陈斯克地区 这里从10号起 就被俄罗斯狂轰滥炸 乌克兰记者沿途直击 农烟飘散还有士兵形容 这里像是地狱 短短一个多礼拜 哈尔科夫被炸毁的建筑不断上升 周日俄军再使出双击招数 攻击湖滨度假区 企图制造更大死伤 俄罗斯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另辟战场 为了达成目标 俄军也加强使用航空导引炸弹 从战机远处轰炸哈尔科夫 根据统计 俄罗斯光在4月份就投下了 3200枚航空导引炸弹 为乌克兰多地带来难以想象的破坏 部分型号相当能炸出 九层楼深的单坑 逼得上千哈尔科夫居民 陆续逃离家园 乌军也认了 二月从阿夫迪夫卡撤退 也与这种攻击手法有关 加上哈尔科夫紧邻边界 又更有力 俄军使用这种攻击 因为炸弹飞行的时间 最短不到70秒 雷达侦测的光点 很快就会消失 为了加强使用航空导引炸弹 乌克兰发现俄罗斯悄悄在边境地区 贝尔哥罗德打造新机场 甚至已经铺好跑道 不过乌克兰也没有坐以待毙 继续派出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画面拍下无人机慢慢飞低攻击 精准锁定相同的位置 希望重创俄罗斯经济命脉 乌克兰此时此刻得同时应付东北部和东部多条战线 专家认为兵力问题还是最大挑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到4月才真正签署将征兵年龄下修到25岁的命令 目前已陆续有入伍的新兵加强特训中 只怕这些还不够 乌克兰传出也打算允许部分的囚犯兵上战场 而无战争拉长使得乌克兰完全无法举行大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原本在520这天任期届满 但还是将继续率领国家对抗俄罗斯 尽管两军战况陷入胶着 但乌克兰人普遍还是支持泽伦斯基 军事专家奔西 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展货 还无法达到建立缓冲区的目标 乌克兰也宣称稳住情势 重新控制住沃尔森斯克60%地区 叶新闻 送后报道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总统赖清德今天正式就职 而两岸关系持续紧绷 中共也不断加大对台武力的威吓力道 成了赖总统即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陆航 海航 空军 国军当前主力击中用空中分裂式 向新任三军统帅赖清德至上最近里 铁翼掠空的声音却也像是提醒国人 国家安全挑战不曾间断 2024年以来 中共军机扰台频率堪称全情 反倒是520这天 国防部的官方资料显示 海峡中线以东和西南空域都没有共机 不过过往航机和台湾本岛的距离 越来越靠近 是既成事实 与这个4月27号为例 那这个军机它已经到了 这个离基隆外海37海里 透过军事的一个动作 来做一个政治的一个警告 因为如果说一旦要对台湾 有所实质的动作 它不会飞得这么近 因为这个这么近的距离 是我们的一个航空的一个 这个飞弹是可以能够反制的 中国的一些动作 当然主要是针对要否定 台湾的主权地位的一些动作 所以它当然就会尽可能的去朝向 让台海内海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惊吓水域 执法意外后 中国大陆更是捡到枪 借着扩大执法 直接否定了我国海权 僵局从事法的2月到现在 还没降温 我们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在1月就已经揭晓了 那紧接着2月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中国渔船 违法越界捕 然后共同执法之类的 这个行之永远的默契 其实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变成到一个这个跨两岸的 然后这个有国仇家 和传说出手的 不是这个解放军的海军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是 已经是借由这样子 一个灰色地带的一个方式 对台湾的这个执政党在施压了 过去两年多 类军事行动联合战备警局 发起之前 大多伴随了 我国重大事件 但不论是裴洛西访台 或是总统出访 让中共被讲刺眼的程度 大概都不及 新总统就职 他们给予的这个弹性空间 是非常小的 可能看到很大的几率 国台办会对于这个 520的这个赖总统的演讲 会表达不满 最想要听到当然是一个中国 那当然这里最不可能发生 那第二个是这个九二共事 那第三个通关密语呢 就是两岸一家亲 尽管7到9月的解放军 延续高峰期 距今还有一段时间 然而中共军事行动的本质 就是为党服务 特别是捍卫 不可分割的领土 和国家利益 如果是普通的不满 那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 像这个新门的这样子的 透过灰色地带的 或者是这个执法单位的 这个压迫 那可能会持续甚至有升级 那如果是极度不满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最高升级到 就是像当初 佩洛西访台的那样 实弹的围台的这个军演 那甚至这个持续的天数 可能就会比照 当时的这个情境 那前面讲到这个军舰 迫近台湾本岛 甚至这个36海里 12海里这样子的 一个竹城的这个压迫 也有可能在这个 最不满意的情况之下发生 国安单位和军方情间真 看来不但没有蜜月期 国际间最常引述的 2027攻台准备 时间点更在赖总统的任内 不过学者认为 油盐转战 几率仍然低 2024 25年 基本上我相信 习近平应该还是 以他国内问题为 他的主要的一个处理 尤其是今年 2024年的11月 美国总统要大选 那我个人也相信 北京应该不会在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采取什么太过强硬的动作 因为这样太过强硬的动作 你只是让目前的 美国的这个两大政党 候选人都竞相去采取 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一个姿态 能确定的是 武力是两岸关系最低限度 这个常态性的军演 如果说民意还是支持的话 那当然就是赖清德 他还是会 就是有更大底细来进行反制 但是一旦 他如果说用更强大的 一个军事力量的话 那可能 这个一旦民意 尤其是立法院 他们的一个 就一个反弹 那可能赖清德 就会对这个在 就是在军事的一个 因应的方面 可能会有所调整 520这一天 赖总统和新团队 解放掌握 至少为期四年的考验 这时才正式开始 代表北台湾 新建案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 六大构成项目 在三月呈现 三升一平二降 厂房大战持续开打 那我们现在进来 看到这间样品屋的 设定来讲话 是46平的 那它很特别是 做到了三房 然后再来是双主卧 方正的格局 明亮又宽敞 将公司领域区分 符合小家庭的配置 这处位在中山区的新建案 坐落在南京东路巷弄 闹钟取静 代表北台湾 新建案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 在三月是呈现 三升一平二降的状况 对应到分数 呈现的分数是52.6分 而如果转变为灯号的话 则是代表热络的黄红灯 终止2022年12月以来 连续15个月 属于房市平稳意义的绿灯 更是2008年4月之后 睽违16年又见黄红灯 代表买气的追踪指标建案 平均成交组数 三月跳升约5.4组 相比这一年来 每周最多三组 增势明显 不过说我们去看一下 16年前 在这个房市热潮 其实当时呢 是因为有政党轮替的因素 所以那个时候 可能建商会相对之下 比较有信心去做推案 但是呢 目前的情况上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有这个建商 因为在去年 可能有比较多的利空的因素 所以有延后推案 在今年去做一些表现 分当有个关键就是 新清安贷款的带动 那它带动的主要就是一些 低总价的市场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整体的这个预售屋 他们可能现在的销售的策略 是采取这种低自备的方案 比较能够有这种低总加供给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 像是这个万华 然后这个北投跟文山 所以万华北投文山 以及还有内湖 政府的政策奏效 再加上股市热 市场资金充沛 转进房市 以及0403地震 唤起民众对于居住的安全品质 都推升这股买气 特别就是要找到了 日商清水营造 是日本的五大建设公司之一 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 来为这个外观的整体里面 来做一个相当现代化的一个设计 在中山北路上 以前要破150万就非常困难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这件事 这个个案也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它也是钢股盖的 那钢股大家要知道 它相对的比较耐症 那最近也的确有这样的客人 就跑出来 因为它的房子都25年前 那921刚好是25年前 在1999年 那那个时候的建筑法规 跟现在当然是不一样的 而市场也因为资金充裕 数据显示 溢价幅度降至一成以内 而且眼下卖方市场难见让利 也就变成不怕买贵 只怕买不到 其中又以台北市的房价最难谈 通常我们知道一些负商族群 在这个股市好的时候 他们通常获利也蛮丰厚的 所以确实有看到有一些高总价的产品 在股市大热之后 是有一些些动静 房地产 最近你股市一直在往上撑 不管是股民或是科技产业 其实你都赚了钱 进庆租出之间 其实房地产还是最有价值的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现在建商要拿土地都非常的困难 在台北市 拿一块完整的土地 我想这些地主都有感受到 地主其实价格也在往上拉扯 股市效益的带动 推升房地产的价格 再加上原物料上涨 也让台湾房价很难再走回头路 可能当然也是不希望民众 他去买在太高的一个高点 然后可能去善用一些资源 比方说像是新清安 或是一些银行 推出一些优惠房贷的状况 可能可以舒缓一些 在买房上面的压力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希望民众 他可以去在资金上面 有自身的这些衡量性 不要说有类似像是温水煮青蛙 或者是说可能在房贷的压力上面 杠杆开太大 房市指标热络 形成抢房风暴 但推升的高房价 在未来恐怕也只能用 更多的钱来买单 TVB的新闻 何将黄冠伟谢单 此台报导 首款AI手机上市 掀起新的一波AI手机大战 那么有专家就分析 今年下半年开始 各家手机都将会有 AI功能的新突破 拿出手机随手一拍 角度没抓好 透过手指动一动就能照正 你们看到这边 这个就是AI 按下去 你们看到我帮你调整了 这边是不是都是空白的 按下生成 你们看到 他帮你 我帮你调整 按下智慧相片功能 调水平再用AI绘图背景 或是想要移动位置 怎么移都可以 如果要跟韩国人通话 用AI即时翻译 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今天天气如何 天气很热 他可以用一个叫语音即时翻译 讲电话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打电话去日本 去日本 那是不是用日文 那你可以用 你用中文对着手机讲 然后日本那边的人 就会听到 你讲的是日文 或讲的是韩文 那他就可以 帮你完成一个定位的动作 然后这个也都是透过 叫AI的一个即时翻译 AI手机强化了原本 需要在外购的APP 一击就能搞定 而智慧演算 已经在手机的市场中 慢慢发酵 尤其民众每天手机不离声 如何打进日常生活应用 就成为业者AI的切入领域 各界预估下半年的手机市场 将以AI为主打 像是这一支最新出的AI手机 它的功能包含像是 照片AI搜图 还有即时翻译的功能 都是消费者选购手机的重点之一 各大手机品牌 都将聚焦AI手机开发 除了上半年 已经发表的高阶旗舰机种之外 中国大陆手机品牌 下半年也将推出AI手机 苹果第三季新款iPhone 也备受期待 各界预估高阶手机 都会是AI手机 竞争就得从如何在AI功能上 做出鉴别度 手机要走高阶化这一块的话 就是其实是以AI赋能这件事情 来作为一个 可以再往高阶的方向去走的 现在像有一些中国的品牌 不管是小米 或者是像OPPO这样的品牌 他们其实也是在积极的 在发展AI的手机 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往 所谓的平价的方向去走 AI手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未来的手机发展的方向 如果没有AI赋能的话 好像就会跟我们以前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smartphone 跟以前的这个 没有smartphone的年代的那种手机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是一并的都会去升级 通路业者观察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功能 除了照相补偿之外 还有以图搜寻的功能 让不少长辈也能轻松使用 从第一款AI手机问世到现在 就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市场通路的反应 年对年是高度的成长 那可预期的就是消费者 从生活中的运用 譬如说像搜寻圈 譬如说像即时翻译 譬如像说搜图 现在可能大家都有一些 储存起来的十年前的相片 我可能一时忘记这是去哪里玩 其实你把那些旧的照片 你只要点把它圈起来搜寻 你就可以一下子就回到十年前 你去过哪些地方 AI手机市场延烧到手机晶片 台湾IC设计大厂 端出最新5G旗舰手机晶片 天玑9300 Plus 采用台积电4nm制程打造 深层式AI手机 实现多模态深层 前进感知 而且具备了不断增强的 类人能力 它需要具备四个特征 首先支持大模型的端侧部署 而且支持多模态的内容与输出 并且拥有流畅无缝的用户体验 以及自然直观的交互的方式 最后能够实现以上功能的 手机硬件的支持 深层式AI手机 几年内将会快速成长 分析师分析到2027年 深层式AI手机市场规模 可以突破11台 收机AI晶片需求持续扩大 势必掀起手机晶片市场 新机战 TVB新闻 林亚南 刘军台北 采访的 而现在网络交友跟使用约会软体 不再是年轻世代的专利了 像是台湾 现在也有专为首领族群 打造的交友社群平台 如果碰到美丽的画面 我会拍下来 因为随时 我都可以放在我的文章里面 优雅谈吐 兼具气质与时尚 60多岁的王伟华 习惯随手记录日常生活大小事 上传到首领社交APP与人分享 当初其实我要加入的时候 我女儿她们也是很担心 就知道安不安全 但是她们又很希望我加入 因为她们说 我都在FB上 脸书上写东西 那她们的朋友也会看到 她们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尴尬 所以有一个这样 专属于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一个平台 她觉得很好 专属40岁以上的交友社群平台 让长辈们可以相互分享有趣内容 同时规划 纠团出游实作课程 借此结交新朋友建立熟年新生活 在这个熟灵社群平台 可以分享生活点滴 也可以发起活动 邀请同好一起参与 而国发会的资料就显示 40岁以上的族群 不管是在及时通讯 还是社群网站的使用率都已经达到9成以上 她们自己会开自己的私密的社团 有时候像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想交朋友 有人在聊财经 聊分享自己的减肥记录 专为首领族群打造的交友平台 有的甚至从使用者转型成平台创作者 提供更专业更吸引人的内容 创办人林怡静推出不到三年 就累积了4万用户 有高达8成的使用者 都是45到55岁的首领女性 其实我们一开始只给女性参加 但后来慢慢有男性的用户 写信告诉我说 希望可以多开放给男性 但后来也如我们所预料的 女性在这一块是比较有自己的想象 然后对于未来退休规划 也比较有一些想法的 所以我们平台到目前为止 还是8成是女性为主 社会大众普遍对交友软体 抱持负面观感 但临近建立的首领社群平台 跟国外的约会网站不太一样 满足多数用户认真交友的期盼 台湾文化其实对于像这样子的交友 比较没有那么开放 台湾的首领族群来讲 会比较倾向是说 我们因为有共同兴趣 共同话题 然后才慢慢的开启了 后面的交友的一些模式 网络交友和约会软体 不再是年轻世代的专利 像是在欧美国家 就鼓励首领男女 在晚年重拾交友和约会乐趣 英国的约会网站就统计 自2022年以来 60岁以上的会员 就成长了340% 另一个美国知名网站 交友平台 50岁以上的族群 也占了26% 显示首领用户 已经是许多交友软体上 成长最快速的一群 欧美国家 可以看英语系的那几个国家 大概在10年前 交友软体就开始非常蓬勃了 然后主要也是会跟人口 高龄化也有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主要也是 大家社会越来越开放 就会比较强调是自我的价值 尤其在就是婚姻或伴侣关系里面 强调自我价值的情况下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 离婚率也慢慢慢慢攀高 那同样的也可以看到 市场上就开始会出了蛮多 可以符合他们需求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认识新朋友 或是参加一些新的聚会这样子 首领交友的需求和市场正不断增加 资商心理师指出 许多银法族缺乏陪伴 首领交友平台正是孤单寂寞 所带来的新形态社交方式 就是他们非常害怕寂寞 因为很多人在年长的时候 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们的生涯 比较没有一个发展事业 或其他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反而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度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交友软体其实是可以抚慰他们 中高临张者对网络社群平台和智慧型手机越来越熟悉 首领交友平台变得相当受欢迎 也让银法族在人生下半场找到新的价值再次精彩 TVBS新闻 蔡米薰华万伟罗燕轩台北采访不到 很多痘痘长在脸上都会忍不住去挤拨皮肤科医师 提醒要小心有所谓的危险三角区 很多人可能认为痘痘一定要马上挤掉 就会快点好 再加上红红一颗突出来的痘痘在脸上 真的对不少人来说感到很不舒服 如果用手指挤痘痘或用细针戳破 后果更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消毒不完全 还有可能引发细菌感染 造成严重蜂窝性组织炎或是败血症 王小姐痘痘回诊后有比较改善吗 有 最近可能还是有冒出一些新的 然后就都在这边跟额头 那个位置的话主要在下巴跟额头的地方 可能还是跟你从事护理工作压力 比较大有关 然后另外下巴痘的地方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跟一些月经失调 荷尔蒙失调有关 担任护理师王小姐近两个月来 因生活与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点 脸部突然冒出痘痘 长在下巴和额头 洗完脸以后化妆水上完 然后擦痘痘药 现在夏季是痘痘的高峰期 那会形成痘痘化比较常见的原因 主要第一个是跟痘疮感菌的感染有关 然后另外就是包含毛孔阻塞 皮脂腺分泌过多跟发炎 那这个皮脂腺分泌过多 也常常跟荷尔蒙失调有关 痘痘的成因其实很复杂 就是说痘痘跟你的毛囊异常狡化 跟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 跟细菌感染 或是细菌滋生都有关系 那它的成因很复杂 有先天有后天 或许跟基因也有一部分的关联性 青春痘是由磋痘感菌所引起 这种细菌平常是靠皮脂腺的脂肪酸 维生 平常是不会引起严重的感染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经过胃经 适当消毒的器械去处理 就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 续发性的细菌感染 脸上的T字部位是挤痘痘的危险三角区 从眉宇间到嘴角两侧的血液 与淋巴循环分布较多 如果稍微不注意 很有可能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党 病况严重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 有危险三角 指的是眼眶内侧 鼻子周围 以及嘴巴周围的区域 这些地方的细菌感染 如果经过挤压 细菌有可能经过静脉 或淋巴系统会流到脑部 脸部的血管有很多的侧脂循环 有些会跟我们脑部的血管 有一些互相的通练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手 去乱挤这些痘痘的话 很容易造成很严重的细菌感染 反而顺着这个血型 跑到我们脑部 造成更后续严重的后果 医师建议使用75%的酒精棉片 消毒后再挤痘痘 在发炎状况较稳定 或出现浓头时 再去挤会较好 若不放心 则可向皮肤科医师咨询 事实上痘痘在急性发炎期时 医师会在局部注射消炎针 并搭配口服与外用药 快速消肿 避免乱挤痘痘行为 引起进一步发炎与感染 造成日后留下明显的痘疤 其实很多患者就手痒 看到痘痘想抠他 结果一抠他 因为手上的细菌造成了感染 所以甚至于产生蜂窝性的组织炎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 你有相对干净的工具 最好还是到医疗院 所有有医师来帮忙做处理 会比较适当 发炎感染 因为我们手部有细菌 皮肤也有细菌 皮肤科医师提醒 照顾好痘痘 手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不要用太强清洁剂 尽量选择抗痘 比较清爽的保湿乳液 饮食尽量少吃油炸 辛辣甜食 睡眠正常不可熬夜 情绪要放松 避免痘痘早上门 TVBS新闻 焦翰文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那另外呢 给予这个局部呢 他很主持 郭贵宾啦 你看看 手工的 我会觉得 女的嘴巴 嘴巴 这碗就叫我大面 他人如其后 妈妈 你在台词啦 妈妈 胜胀膀比较